若您下回再胡闹 我便请人送您去闹市 让您好好哭个够 看看秦国百姓 会不会同情一个 殷勤杀夫的女人 您可别忘了 紫楚做不出的事 我可未必 王后 刚刚发生的事 我都听说了 于是我去请了医师 检查了秦王的尸身 你好大胆 谁准你 头上的伤口 并非致命的死因 医师认为 秦王是哀痛过度 久病缠身 一口痰堵住了喉咙 才会弃绝身亡 非为人所杀 太子不信可以再验 久病缠身 久病缠身 让你去装小子 让你去孤明调月 死得好 死得太好了 你们两个正在这儿做什么 女人的事就该女人来解决 父王的丧事正在操办 还不快去 慢着 你们去哪儿 都给我站住 宁亲 您这样衣衫不整 闯了出去 坏得还不是自己的名声 何必这么苦苦相逼 究竟是谁苦苦逼谁 我们心的苦处向谁诉说 他们不是要严惩杀人凶手吗 那我就让天下人都知道 安国军是个什么东西 咱们心里很清宠 杀死秦王的不是瑞伍 而是王后您的不忠 而是王后您的不忠 王后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赢得他们的怜悯和愧疚 毕竟王后 曾经给予了子楚莫大的帮助 利用这份恩情 换取了永远的沉默 短短的时间里 您能想出这样的法子 王后的确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那些男人争权夺位 野心勃勃 人们只会说他们有魄力 光阴无动也会一笑了之 可是你看那宣太后 扶持幼子攻灭义渠 临朝称至四十一年 最后 就落个妇人乱政的骂名 是 我是给自己找了个秦人 我是活活气死了秦王 可是 跟那些杀雄篡围的野心家比 我差远了 若今夜秦王酒醉辱您 您分歧反抗杀了他 我还得赞您一生有血气 可王后很清楚 今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后啊 从赵国到秦国 满眼都是流民 遍地都是恶瓢 您身处上尉 想得无非是个人喜乐 家族富贵 您为百姓做了什么 若您真和宣太后一样 安稳秦国证据 缔造不适宫勋 那我要为您喝一声采 但请恕我直言 就您这点格局 不配和宣太后相提并论 太子父 好了 王后 事已至此 各退一步 请您在最后时刻 负起一国之母的职责 好好送秦王最后一程 若您下回再胡闹 我便请人送您去闹市 让您好好哭个够 看看秦国百姓 会不会同行一个 殷勤杀妇的女人 您可别忘了 子楚做不出的事 我可未必 儿媳告退 王后 怎么 还没教训够吗 我不知道秦王怎么想 但那位秦宫乐师 或许是真心地爱慕着您 你让我说 我从未得到过他 哪怕一天 一个时辰 或许他早已洞悉了您的无情 却还是为您牺牲了性命 可惜了 在王后的心里 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发泄怨气的王物 是 你 你 就 来 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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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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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阳王后暂时不会生事 先操办丧事吧 辛苦了 我听说 今夜吕大人也在华阳宫 碰巧 碰巧 继续 继续 继续